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到底为什么台美当前的利率政策变化 反而显得相对不同步呢 今天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 以及针对台美当下经济形势的变化 是否走出了不同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先承认 这一波联准会所释放的谈话 虽然算是偏格 但是并没有割到离谱 它仍然保留着针对未来降息节奏的不确定性 也就是从点证图来看 它基本上已经释出了有利率调降的机会 但是不告诉你利率调降的时间 以及它的步调 以及接下来针对25年到26年 所采取的经济形势 我们举例来说 根据目前联总会所释出的经济预测图 这一波是非常明显的调升了 针对GDP的成长 从1.4%上行到2.1% 2025年的经济成长 也从1.8%上调到2% 2026年则是从1.9%上行到2% 失业率则保持在4%到4.1%差不多 那核心通膨的部分从2.4%上行到2.6% 也就是说对于联总会来看 基本上通膨还是有超乎市场预期的 这一导致它把降息的时间线稍微给往后延 今年预估年底的终端目标利率保持在4.6% 也就是降息大概会有三码左右的空间 也就是说联总会就目前的谈话而言 基本上也特别提掉了 如果劳动市场并没有形成通膨重新的拐头上弯 那么经济的强劲不会被视为降息延后的重要关键 也就是说虽然就目前来看通膨还是有一点隐忧 但是只要经济所形成的发展 不至于让通膨重新的失控 那么降息还是会符合市场预期的 这算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谈话 于是我们今年是否会有采取降息的要件 它就完全均决于目前的通膨数据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现在的通膨数据 从数据上我们做一些理解和观察 会发现大部分从2024年2月份以来 显著涨幅的都已经不是大宗资产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天然气的变化 还是原油 还是我们看到其他能源资产价格的变动 都有非常明显在2024年显著下跌的迹象存在 在整个2024年2月份的年增率表现而言 大部分集中的涨幅 我们看到的像是在交通运输类 整体涨幅有9.9% 其他像是租金价格涨幅5.7% 这个外持的部分4.5% 电力价格3.6% 医疗健保1.1% 所以看得出来 在整个今年的通膨僵固性 并不是由大宗资产 或者由地缘争治所引起的危机 大部分还是集中在一些 以能力和服务价格显著相关的这些部门 事实上我们可以具体来留意 不管是从左方的美国食品价格的通膨 目前已经从增幅最高点的13.5% 下滑到1% 能源尤其是AA 汽油价格的部分 目前基本上也在3.3美元 每加仑左右震荡 所以现在真正最大的通膨要点是什么呢 如果根据数据 你会发现 事实上是由核心服务通膨所引起的 而在这个服务通膨当中 它的比例占为最大 而且僵固性极高的是我们看到的OER 也就是住房出租业主等权租金的部分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图表 基本上我们在衡量房地产的通膨 通常有几个要件 很多人说房价的涨幅应该记录到通膨当中 但不管是台湾还是美国 基本上都不会记录房价 为什么 因为房价对于很多经济学家来看 属于金融商品 你不会把台积电涨多少钱视为通膨 所以住房价格是可以炒作的 因此不记录通膨 那要如何居住计算 这些居住类的通膨呢 通常有两项 一个就是标准的租金价格 租金通膨的部分 目前其实已经在显著的下跌段了 现在是负一个percent 另外一个叫做住房出租 什么叫做住房出租呢 我们看到红色区块 它的僵固性是极高无比 这个住房出租叫做OER 也就是业主等权租金 也就是那些没有在租房子的人 可是住在自己的家里面 那他认为自己的家里 租金可以涨多少 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衡量 你的居住成本有上前多少 而这些人现在认为 房价仍然有持续所推行的空间 所导致他们对于未来的 出租通膨预期偏高 这也是目前通膨下不来的原因 所以如果我们看图表 你会发现蓝色线的实质租金价格 目前是负一个percent 已经进入到下跌段了 而我们看到红色线的 这个实质住房价格 涨幅还有5.7percent 而这个住房价格保持在高位 使得通膨下不来 是因为我们看到 美国CES20层次的房价指数同比 目前持续在创下历史新高当中 所以换句话来说 现在对于美国通膨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因为中东的问题 地缘政治的问题 供给链的问题无解 而是因为现在市场心理 针对未来的预期 无解这件事情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这个无解会不会形成 联准会永远不降息的原因呢 因为市场就预估会涨 股价会涨 房价会涨 那通膨要怎么下得来呢 我认为不会 因为真实我们看到 联准会最在乎的 不是一个单纯的总通膨数据 通膨数据 它可以借由不同的比重来做调整 你甚至换一个方向统计 通膨就没这么高了 真正联总会最在乎的 是市场购买力大小的变化 多数人其实不讨厌通膨 比如说经济好的时候 物价本来就该涨 只要薪资涨得赢通膨 购买力放大就可以了 所以真实我们要看的是 联总会为什么到现在 你看起来通膨离2% 还有一段距离 股价也创高了 房价也创高了 从联总会周期角度来看 我马上要释放紧缩讯号 把市场的警戒给压下去 那为什么这段时间 联总会还愿意释放 下半年可能降息的谈话呢 因为美国的购买力 目前正在快速的放大当中 我们举例来看 这张图表是美国的实质薪资 实质薪资就是把美国的明目薪资 明目上的涨幅 去减掉通膨的涨幅 目前已经连续10个月 保持在0%以上 也就是美国已经连续10个月 工资跑赢了通膨 所以很多人就可以理解了 工资跑赢通膨 就代表着美国人的购买力 正在放大 那既然正在放大 那基本上也没有必要 因此而把市场任何的降息 预期给完全打消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通膨 其实是健康的 它的健康程度 已经反映到 我们的实质薪资的上扬了 那当然很多人会担心 那实质薪资上扬 会不会最后就失控了 薪资给你涨两层三层 物价不会再重新燃起吗 搞不好又是一个新的螺旋循环 我个人认为也不会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目前的薪资涨幅 并不是集中在少数产业 而是广泛性的服务业的平均涨幅 它是一个落后反映通膨的目标词 所以它不见然会形成 全面性的薪资通膨 它更像是广大民众 基本实心的提升 它不见然会形成 进一步的通膨失控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具体留意 目前在服务业 飞容的部分 大部分的增长都是在服务业 你看到制造业 采矿业建筑业 已经没这么多了 那另外一方面 你看到大部分工作的增长 都是属于part time工 临时工的部分 而full time 全职工的部分 反而正在收敛 那我们都很清楚了 这个其实part time工 它所形成的 薪资的僵固性 和通膨涨幅 它会比part time工 来得更为严重 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们可以了解到 美国的就业市场 并没有完全地被破坏 那当然有人说 不对啊 这跟我理解到的讯息不同 为什么看到 今年还是有很多科技业 在裁员 过去两年裁了这么多 什么劳动的市场 还是这么健康 美国为什么还是缺工呢 如果我们具体观察一下 这些科技业的裁员状况 你会发现 它只是一个均值回调 而并不是大规模裁员 以亚马逊来看 在2018年 当时的员工人数是64万人 到2011年来到160万人 你说到2023年 它是不是裁员 才能两三万人 是啊 但是呢 也不过就是回归均值一下 并没有大规模裁员 阿发贝也从 2018年的9万8千人 上行到2022年的19万人 那现在裁了5 6万人 现在来到18万人 你觉得有很多吗 其实并没有很多 所以美国目前的降息预期 以及升息来到尽头 都偏好的一件事情 美国的经济到目前为止 表现真的相当的不错 好 那台湾基本上 它也是整个制造业循环的议题 它也会反映 全球的库存循环周期 所以台湾的景气 其实也在复苏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时机点 央行却释出了 升息半码的讯号呢 这很明显 那就是台湾的通膨 第一 并没有跑赢 实资薪资 应该这样 台湾通膨没有跑赢薪资 所以实资薪资 到现在2024年年初 都还是负辞 那已经连续好几年了嘛 大概两三年左右了 那第二件事情 是我们都很清楚 在四月份 台湾即将全面性的调涨电价 那当然呢 台湾电价长期来看 相对于国际水平都偏低 只不过呢 因为长期都压得很低 涨幅相对来看就很大 它会引起更进一步的 通膨转价效果 那你会说虽然对于每个人而言 可能平均一般用电户 涨幅5%到10% 可能每个月就多几十块而已 但是对于用电大户 台积电的部分 涨幅是两成五 虽然它也不至于 一定会影响到毛利率 可是很多台湾的中小型的 传产厂商 它就有非常多的转价空间 这个转价空间 它不一定是针对上游 那种大企业 客户端来转价 很有可能只是它要尝试的把其他中小型企业的成本压得更低 才可以保持它的获利率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如果是从台湾目前的通膨来看的话 整个2022年 在2024年二季度 甚至还有持续所充高的空间存在 我们就要看一下 到时候电价调涨所形成的反应了 那它也会形成对于资产价格的反应上涨 也就是租金价格 我们举例来说 在过去三次的电价调涨经验当中 去年有调涨 去年电价调了一成一 一年后的房价是涨了一成 2022年电价调涨了8.4% 房价为什么没涨 因为刚好在景气下行格局 18年调涨了3% 房价上涨了5% 所以如果今年是一个标准的景气复苏年 加上今年电价又调涨的话 那我们几乎可以肯定 很多房东这样干的 虽然电费是租客自己要缴 可是他说我家的电费也调涨了 大楼管理费也可能会因此的调涨 先存着 电费先涨500 今年下半年吞房税2.0 再涨500 租金加你2000 1000我自己赚 房东都要确保自己的房租涨幅 跑得已经通膨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 它就会导致新一波的通膨预期的传导 那央行肯定是意识到这件事情 所以提前先抑制可能形成的炒作情绪 可是我们要清楚知道 通膨是一定 电价是一定会调涨 所以不管怎么样 通膨是一定会上去的 它正在做的是希望借优升息 引起市场的消费的冷却 电价一定会涨 但我希望你少花点钱 不要让整个通膨数据失控的太难看 以免实质薪资涨得太丑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台湾现在 在过去几年 长期抑制电价以后 被迫调涨所产生的一些副作用 但这没办法 所以后续来看其实杨金融也特别提到了 如果店价没有连环性调涨的话 这一次算是一个标准的宣誓性意味 也就是说他有可能就升息一次 未来就不会再升 可是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像联准会一样 有那种大幅降息的空间存在呢 那央行这几年也没升多少 所以我反而就认为 这空间就不是特别大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暗示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第一 联准会和台湾经济 基本上都在一个景气复苏格局 但是本身走出的利率政策方向不同 却各自面临的购买力市场的变化不同 一个购买力在增长 一个购买力正在收缩 那最后一件事情 它最终会形成美台之间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就是基本上而言 通膨台湾可能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议题 因为你不确定这个转价空间和时辰会有多大 但是你可以确定的事情是 台湾资产很有可能 第一受到外资的回补 第二受到由于通膨转价的持续加成 为什么 你想想看 联准会降息的空间 已经远远大于再升息的空间 台湾央行现在在一个升息的环节 虽然未来也有可能不升息 但是它持续保持在现在的利率水位 比大幅调降利率水位的可能性 相对起来比较高 这就导致了 不管怎么看 台币接下来都有持续走生的意味存在 台湾的购买力 未来几个月几年可能会慢慢的放大 为什么 并不是因为台湾人突然经济变得 十分的躲好离谱 它只回归到君子而已 而是因为现在这个时期一点 台湾央行已经没有太多降息的条件了 一降息 它引起的就是进一步的通膨 要看一下到底什么时候 台湾的实质薪资才能够翻证了 听众投资的朋友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财经好的 再相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